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 乞丐没有离开过大屏幕 当酬金长到足够高的时候 乞丐返回他的房子 然而不幸的是 那只狗已经死了 因为这只狗在富翁家吃的是烧牛肉和鲜牛奶 根本就不会吃乞丐从垃圾桶里捡来的食物 乞丐不渴望财富吗 当然 虽然渴望 但是他没有抓住这个奇遇 所以只有看着他溜走了 犹太商人对生意场上的每个细节都非常留意 善于把运气变成采气 曾经却有一家犹太人经营的服装公司 毕瓦伊斯特劳斯公司 靠运气促成服装艺的一场革命牛仔裤的风行 毕瓦伊斯特劳斯这个名字 已经进入英国词典 公司的产品在国际上日益流行 因此公司的发家史也几乎成了神话般的传说 已经太晚了 从沙里淘金一刀路为生 但他却从席文部里淘出了黄金 毕瓦伊斯特劳斯去的时候 随身带了一大卷席文部 想卖给这帐篷的商人 赚点钱做资本 到了那里才发现 很多人整天同泥和水打交道 裤子坏得非常快 他们需要耐穿的裤子 而对帐篷需求 却不是那么迫切 于是 从这卷席文部里就诞生了 立瓦伊斯特劳斯的第一条牛仔裤 后来 为了增强口袋的劳动 他又在裤子的口袋旁装上了铜牛扣 此后 立瓦伊斯特劳斯 开始大批量生产这种新颖的裤子 销路非常好 很多服装商看得眼红 争相仿效 但立瓦伊斯特劳斯的企业的销售额 一直排在首位 每年约售出这种裤子 一百万条 营业额达五千万美元 立瓦伊斯特劳斯一直是单身 他去世后 四个外省接管了公司 由于他们的不懈努力 公司继续向前发展 业务范围不断扩大 开始经营尼容 裤子 毛巾 背离 床单和内衣 到二战结束 这些商品的营业额 已将近总营业额的一半 1946年 立瓦伊斯特劳斯的曾外孙 瓦尔特哈斯耶尔 决定将公司的全部资金 用于生产牛仔不良 哈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 不会有意识地 想改变公众的趣味 或穿着习惯 也不会想到 他的这个决定 会引发一场服装革命 他只是做出了一项精英决策 说得更准确一点就是 他只想奋力一搏 成败在此一举 看新布料 是否能够占领市场 结果 他成功了 用新布料生产的牛仔裤 特别有助于显示出 人的体型 让人青春焕发 上市后 就受到了消费者的欢迎 进入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后 他的商议更加红火 一方面 因为二战结束后 人口出生出现高峰 而六十年代 这一代人踏上了社会 一时间 整个美国社会 洋溢着一股青春的气息 年轻人 也成了消费市场的大头 具有青春气息的牛仔裤 自然极有市场 另一方面 六十年代的人 具有叛逆思想 传统规范和价值观念 受到怀疑 抨击和唾弃 而牛仔裤 以其布局形式 这一最明显的特点 成了最能体现 时代潮流的服装 这场服装革命 对社会的影响很大 它从不同方向 使服装不再能显示 穿着者的身份 如果说 原先批量生产的服装 是一个公司的推销员 穿得像老板一样 而牛仔裤 则使老板穿得像推销员一样 而且牛仔裤 男人女人穿得完全一样 是不分性别的 牛仔裤 也没有新旧之分 甚至 旧得更好 这本来是因为布料容易旧 但公众由于过于喜爱牛仔裤 而把它的缺点 一起喜爱上了 生产旧裤子 甚至破裤子的工厂 由此而出现了 那经过褪色 磨损和打过补丁的牛仔裤 销路却更好 价格也不低 这本来是因为布料却更好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